不要惊讶这就是秦始皇兵马俑刚刚出土的真实样子 去年考古队发现了一颗颜色保存的十分完好的兵马俑 最终专家们经过特殊的药水 将这颗兵马俑头部本来的颜色保留了下来 最后这一发现震惊了整个考古界 因为这是自秦始皇兵马俑坑被发现后 颜色被完整地保存下来的第一颗兵马俑头部 当镜头拉近的时候 只见兵马俑的五官十分的立体 脸颊白皙嘴唇红润眼睛种种有神 如此逼真且形象的人勇 真怕他突然眨起眼睛开口说起话来 当年制作兵马俑的工匠 将秦勇的细致一一做到了极致 秦勇的发际线眉毛鼻子都被刻画得栩栩如生 看着眼前的这颗秦勇头部 也难怪当年有人说兵马俑是用活人制作的传闻 我们现在看到的兵马俑都是土灰色 那是因为他们在地下尘封上千年后 出土的那一刻遇到空气不到15秒的时间就被氧化 其实大部分的兵马俑在出土时 都是这种颜色鲜艳犹如真人一般的样貌 据史料记载 当年秦始皇的兵马俑都是按照活人的比例一一还原雕刻的 那接下来让我们通过AI高清修复技术 还原几组千年前兵马俑的真实样貌吧 作战最后期待